今天在阳光中告别了乌兰浩特 我们踏上了前往阿尔山的旅程 都说草原的风景在路上 果然我们高时尚通往阿尔山的高速公路 前面就是披着金色阳光的青山 还有绿油油的草地和草地中温延的小溪 时不时的还有蒙古邦洒落在草坪上 牛羊正围着蒙古邦周围安详地吃草 这美景吸引着我们 让我们赞不绝口 儿子 乌肻 直到我们来到乌兰茅都草原 茅都是红柳的意思 这里是一个景点有九曲河水流过 水边有几棵树大片的草地上野花盛开 河水流过茶 颜色的嘉年 的了解 陈梧 刘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草地上见其木栈道 可以与牛羊和骏马亲密接触 也可以侧马奔腾 可以侧马奔腾 但是天气变幻莫测 我们下车的时候还是阳光灿烂 结果当我们走到草原深处的时候乌云过来了 我们赶紧往回走还是被雨淋着了 我们回到车上 下一站是草原河谱酒店 那是在河边的一个度假式的酒店 下着大雨 我们在一楼的大堂里 喝上一壶热乎乎的茶 听着雨声 看着吹烟鸟鸟的浓妆 心情又好了 第一天的草原之旅让我们有点兴奋 逗留的时间有打太长了 到了下午 我们离目的地还很远 大家就决定值奔阿尔山 终于接近阿尔山了 从白狼山脚经过 转过山来 就看到山脚下一座很欧式的小城 这就是阿尔山市 我们首先上阿尔山的火车站打卡 最后到了立泽养巴度假村 在这里碰到一个很好的前台小姐姐 一路上就是她给我们旅行建议 啊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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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山市真是美丽呀 我们出去散散步去吃饭 还看到了美丽的彩虹 这一天非常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